风吹草地,牛羊遍地,位于西藏山南市错美县境内的蛰谷草原,平均海拔4650米,曾被评为西藏最美的草原之一。 秋收时节,一望无银的大草原上,身着藏族服饰的男男女女,手拉手围成一圈,跳起锅装舞。 牧民达瓦刺人的帐篷就搭在这一片草原之上,被褥、衣物和一些基本生活用品,这就是他在游牧期间临时的家。 记者见到达瓦刺人时,他正在制作一道藏族传统美食酥油,将新鲜的牦牛奶盛入奶锅,在牛分灶上加热,然后将烧热的牛奶倒入高高的酥油桶中,开始打酥油,直到牛奶中的油脂与水分离。 摇动酥油桶,水面浮起的一层淡黄色的脂肪质,这便是酥油。将酥油捞出,放入清水不断揉捏挤压,将剩余的牛奶挤出,可以长期保鲜。 这个就是我们在西藏非常传统的,就是牦牛这个酥油,因为有些是农区的那个酥油,这个是我们牧区的非常传统的一种酥油,是这种方式,像这种形状。 对于高原上的牧民来说,香甜的酥油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必备美食,也是安身立命的经济来源。 直到如今,几乎家家户户都坚持用最传统的手工方法打制酥油。 在57岁的达瓦次人看来,小小帐篷中的常年的酥油香味伴随了自己半生,也见证了他生活的变迁。 现在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牦牛肉、奶渣、酥油这些续产品,每年的收入有五万块钱左右。 在我当牧民的三十多年间,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。 现在,大草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,来旅游的人也多了,我的生活越来越好。 随着续产品种类日渐丰富,和销售渠道日渐广阔,牧民的收入也越来越可观。 传统的放牧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。 以前放牧搬迁都是依靠牦牛驼着,人背着,每次都要走三四个小时,才能到达下一个放牧点。 现在我们用摩托车、小汽车这些交通工具来搬运,只要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,非常方便。 牧民现在也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,对我们来说,这种变化简直像飞鸟一样,是眼见为实的。 夕阳西下,气温渐低,牧民们骑着摩托,从远处将牛群赶回放牧点,开始挤牛奶。 此后几天,这些鲜鲜的牧牛奶将会被制成香醇的酥油,或成为藏族家庭餐桌上的一道传统美食,或经过包装后售卖到全国各地。 如今,折谷草原上的牧民们,一边坚守着古老的游牧传统,一边也开始尝试新的致富方式,他们正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,讲述着草原遍金山的幸福故事。